隨著疫情反覆 藝人們在去年工作機會大減 麥祥稱早前轉戰投資食材生意 可惜成績未如理想 這日他現身一個拳賽節目擔任主持 麥包說未來的工作重心 都會放回去幕前 暫時都不會再挑戰做老闆 這個時候大家都少工作量 香港很少 又不能經常拍攝又不成 大家都要尋著應戰 有沒有人邀請你回家 我下個禮拜回家 下個禮拜回家旁邊開工 在做甚麼? 拍劇 還是拍劇 還會終於… 都好 終於開工 原來那班旅遊怎麼都… 退了股都沒做了 有想過其他… 暫時不住了 因為比較…這段時間都比較… 雖然說有危有機 但是都不好了 這些危機受不起了 這些過山車的事 等下一次機會 現年56歲的雪梨 近日在一個節目中放風 有意找回另一半 還說不擔心兒子徐偉棟 和女兒徐詠坤會四路不接受 我覺得是時候找回我盤 天意應該是怎樣的 都…有在以後看看怎麼發生 因為可能有這麼半個兒子 女兒大了自己一個時候 其實是有個盤互相照顧 不是悶的 我很多朋友 很多乾妹、乾弟弟 還有家人多 其實都不悶的 但只不過是當一個人的時候 有個盤 就會覺得 為此會… 會照顧到大家 還有子女都支持你 支持… 她說一定要先讓她們看見 先讓她們看見 才可以 2020年選美比賽冠軍蔡小蝶 以及2019年度比賽貴軍范莎莎 為了節目努力練拳 我自己之前在荷蘭那時候 在健身房也有玩過沙巴 所以我也有練過一點 雖然我沒有真的練過泰拳 但大家都覺得你好像有個底 其實我只有自己亂打 小蝶呢 我沒有打過拳 不過現在我會準備做專門 因為師傅說我沒有力 所以我也想把肌肉粗 讓大家看起來好像沒那麼柔弱 她們異口同聲說打拳這項運動 比她們想像中更辛苦